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吸引到忘记游泳而渐渐沉到水底 虽然西施拥有漂亮的容貌 却一直有着心痛的疾病 每当这个疾病发作时 他总是捧着心口 紧皱着眉头 露出疼痛难耐的表情 每当村庄的人看到西施露出痛苦的表情时 都觉得西施看起来更楚楚可怜了 村民们忍不住赞叹道 西施果然是绝世美人 就连身体不舒服时的表情 都让人倾慕不已 当时村庄里还有一位名叫东施的女子 她的相貌普通 并不受到村民注意 当她听到街坊邻居 存在西施愁苦的面容时 心想 原来西施捧着心 皱着眉的表情 这么优雅 这么惹人恋爱 如果我模仿西施的动作 一定可以吸引大家的目光 得到大家的赞美 于是 东施变像西施一样 捧着心口 紧皱着眉头 在路上行走 没想到 东施奇怪的表情与动作 反而把村民们吓坏了 大家一看到东施远远走来 便赶紧避开他 生怕直接碰到他 会被吓得连魂魄都散了 最后 东施不但没有得到大家的赞美 反而成为村民嘲笑的对象 小朋友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与特质 我们应该努力 展现出自己最特别的地方 如果像东施一样 盲目的模仿别人 不仅会闹出笑话 也可能在模仿的过程中 失去原本独特的样子 小朋友 听完东施笑评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 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缘起 实在说 西施是公认的美女 尽管因为生病而露出痛苦的表情 还是得到众人的倾慕 过程中 东施认为 只要模仿西施并发作时的表情与动作 就可以得到众人的目光与称赞 故事的结果 东施不但没有得到赞美 奇怪的样子 反而把村民们吓坏了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东施笑评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专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一样是捧着心口 皱着眉头的动作 为什么西施得到赞美 而东施却得到不同的对待呢 如果你是东施 会透过什么方法 吸引大家的目光呢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东施笑评 是用来形容 即使用在 盲目 胡乱的模仿他人 却得到与其往相反的结果 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东施笑评 可以怎么使用吧 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特质 何必如东施笑评般 胡乱模仿 他的歌喉并不好 偏偏喜欢模仿明星唱歌 真是东施笑评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与东施笑评相关的成语吧 相似的成语有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